台南社警察局前秘书室主任庄武能疑似因为涉入感情纠纷 涉嫌向新竹县议员恐吓取材 还拒捕意图开车冲撞警方 以10万元交保之后被寄了两大过免值 昨晚他首度发声说很委屈绝对没有犯罪 韩渊说当下以为遇到了黑衣人 指控新竹县恒山警方违法 没有搜索票跟鞠票下车不断的开枪 还拿棍棒砸玻璃 但对此新竹机场员警也反驳说 当时远警都有穿着印有警察字样的防弹背心 依法执行公务却被说成是黑衣人无法接受 找完10万保释金台南市警局三闲行警官庄武能快步离开地检署 他意思因为感情纠纷 向新竹县议员恐吓取材上千万 被警方围捕时还涉嫌开车冲撞 最后被连开酒枪以现行犯逮捕 原本任职台南市警局秘书室主任 警局开会后决定两大过免值 沉淀后首度发声 频频崩溃痛哭 控诉新竹警方种种作为 我确定没有犯罪 我怎么可能去迫害公务 整个黑衣人啦 棍子打你的车窗 像黑道要压着你呀 你不会怕吗 这我们是绝对要反驳的 第一个我们下车盘查他的同能 从他的车前经过 他是身着有警察字样的反光防弹背心 从他车前经过 并赫令他警察下车 但是不到一秒期间 他却朝我们同能做冲撞 这怎么我们怎么会是黑衣人 他们没有居所 必须要收索票应用妨碍公务来卡我 我会去 我会去 你知道吗 这心里当然是很难受 因为我们的执行公务 却被他说成是黑衣人 而且他对我们冲撞的这些行为 我们也非常的不谅解 对于专门人的说法 执行勤务的新竹警方难以接受 认为已打击基层士气 而一路提拔他的直属长官 谈的是警察局长方养宁 强调不会回避责任 会坦然面对职务调动 谈能紧急问题 连环报牵动警戒人士变动 外界高度关注 记者新竹众个报道